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息 那么这个部分我们介绍 最大概是估计量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中山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考题 那么我们首先先介绍这个题目的意思 它假设说 X1到Xn都是随机变数 那么它的PDF PDF指的是机率密度函数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那么它列于下面 在这里 这个X1那就是Mitual X1 那么它都是一个这样的格式 那么只有在0到1之间有定义 01以外统统都是0 好,那么现在 这个θ 假设它未知 θ是正的 它希望找什么呢 找MLE 那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 这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专有名词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or 就是指的是我们的最大概死估计量 我们希望找到这个θ θ的最大概死估计量 到后面我们会叫它θ hat 等一下我们再继续做下去 那么怎么做呢 这个题目 要找这个最大概死估计量 首先我们要找的是最大概死函数 那么盖死函数要怎么做呢 叫做θ L Likelihood 我们用一个L来代表 那么它的定义是怎么做呢 一大堆的Renorm Variable 它的PDF 我们就把它全部把它乘起来 那么第一个 θ 这个是X1 这叫做θ-1 乘上第二个θ 它都有θ X2 那这边也是θ-1 一直乘 乘几个呢 乘N个 XN的 θ-1 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合并 怎么说呢 这个地方θθθθ都有几个θ呢 有N个θ 所以我们乘N次 那么这边我们发现 X1 这个底下虽然不一样 不过它次方都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起来 写怎么写呢 X1 一直乘到XN 那这边是几次方 通通都是θ-1次方 这个就是我们的Lθ 就是最大概死函数 那么我们希望要找到它的极值 那么怎么去做呢 看起来是非常的复杂 尤其是有指数的部分 又是相乘的部分 非常的复杂 那怎么不做呢 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固定的方法了 这个地方 这个技巧就是取上一个Nature Log Log 为何要取Log呢 是因为根据对数率 相乘的可以拉开 变两个相加 次方可以把次方丢到前面去 那么这样子做出来的结果 我们发现 因为它是一个单调函数 所以它取出来的极值 跟这里取出来的极值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取Log 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它拉开来了 这个地方 前面跟后面 我们把它拉开变相加 那么前面的部分的四方 我们把它写出来 N丢下来 那这边就是LN 那这边是变成了θ了 加上这个地方 四方我们也可以扔下来 变成θ-1 那么这边是LN 这是X1 一直乘乘乘乘到XN 这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了 全部相乘的变成相加的 不过这边不急的做 现在我要需要找的是 这个函数的极值 那么各位同学要找极值 非常的容易 只要对它为分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就对它为分 现在我们以θ为变数 对这个LN的Lθ来为分 那么这个地方为分 NatureLog的为分是θ分之1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就直接写了 θ分之N 那么这边的话呢 这个地方对θ来为分 我们发现它就变成1 那这边就留下来 因为它跟θ无关 所以我们就把它写成LN 这边还不急的把它拆开 这是为分 我们为分后 令它为0 为什么要令它为0呢 这个我们在维积分里面 要了解的是说 为分指的是这个函数的节率 出现极大值 或者是极小值 我们都会发现 它的为分都会等于0 我们令它为0 非常的合理 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到了 怎么样的结果呢 令它为0 那么 这边 N 这个地方 令它为0之后 我们就叫它θ hat了 这是我们的估计量 就等于负的LN 多少呢 X1 一直乘乘乘乘到XN 所以我们这个θ hat 是多少 我们这边乘上去 这边除下来 N 这个地方是log log的部分 我们可以把它 这边负号 可以把它变成了相加 相加 加起来 那我们写起来会比较简单 怎么写呢 写这样子 Sigma的写法 LN XI 这个地方是I的话呢 再放在底下 I是由1到N 这就是我们的估计量 我们很怀疑 它就是最大的估计量 现在到底是最大 还是最小呢 像这种情况 是最小 这是最大呢 当然我们就可以利用 二阶导数 来去判别它 来我们看看 两次微分 再微一次就知道了 我们发现再微一次 这个地方 这边微分的是一次 我们再微一次的话 这个地方跟θ已经没有关系了 我们发现它是负的 因为θ永远是大于0的 是正的 这个地方来说 N当然也是整数 是正的 所以它小于0 那各位同学要知道 小于0是什么意思呢 小于0的话呢 是代表的是下凹 下凹的情况 那它这个值永远永远都是相对极大 所以各位同学要知道 我们的最大概是估计量 θ的最大概是估计量 就是这个答案 误独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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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独外